2013 您带给我们真实与感动 谢谢你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2013 我们记录下了您的欢乐与忧愁 回往是为了更好的前行 热线十二 年终特别节目 We want 2013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2013年5月 江苏省淮安市公安局淮英区分局民警 在一个挖掘现场所记录的画面 挖掘作业现场是一处民房 位于诸库村的最东边 位置比较偏僻 警方到底在这里寻找什么呢 挖掘机作业后 民警又开始了徒手挖掘 不一会儿 现场竟然出现了人形的残骸 挖掘过程中 现场有一位老妇人 现在情绪非常激动 周围的人气少说 她是死者的母亲 然而老人的话 就令人打之以惊 我认为他死有余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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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他死不得了 死了之后 你要扣去着万人就要好 为名出发 安宁一方 警方是如何知道 地底下埋有尸骸的呢 这名死者又是谁 他的母亲和孙明们 又为什么对他的死 表现出如此冷漠 甚至清醒的态度呢 这件理解的案件背后 究竟隐藏着 怎样的恩怨情仇 关注热线12 回顾2013 大家好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热线12 我是曹东 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 主题依然是亲密的伤害 也就是围绕家庭暴力 来进行展开 刚才呢 我们看到这个死者 已经被刨出来了 中国呢 有一句古话 叫死者为大 也就是说啊 这个人不管生前 他做了什么不对的事 人死了 我们大家就不要再说 他的坏话了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 这个故事完全不是这样 这个人虽然已经死了 但是亲人们觉得活该 乡亲们呢 觉得痛快 2013年年初 江苏省淮安市公安局 淮银区分局 虞沟派出所的民警 在户籍工作中 发现了异常的情况 为了了解 吴子军没有办理第二代身份证的原因 民警随即前往他家进行走法 这个家里空无一人 后面这个村干部也跟我们说 可以帮我们去联系这个人 去这个读书他快点 办理案件证了 时间很快到了2013年5月 离上级公安机关要求的 患证工作结束时间 越来越近 然而 吴子军却一直没有来派出所 办理第二代身份证 于是民警们第二次前往 吴子军的家中了解情况 我们到了家以后呢 发现他家 骗了个院子里长得是草 门锁了 已经绣了 好张现在没人了 通过调查责访邻居 邻居讲了 他有脸上也没看见他 可能失踪了 好好的人怎么会失踪呢 为了了解更多的情况 民警在村中进行了调查 可是掌握的情况 却让民警 欲发去了蹊跷 对他这个失踪以后啊 他家里人既没有去 我们公安机关来报警 或者来反映啊 这个人是有什么事情 同时呢 他的邻居啊 对我们去走访的时候啊 也默不关心这几个人 吴子军家人和村民不合常语的反应 让民警觉得吴子军失踪也是可能并不单纯 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听到了一些传言 传言令吴子军失踪以示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面对重重疑点 警方做了大量的工作 终于从村民口中了解到了一些情况 原来1966年出生的吴子军和妻子 以及一对儿女住在一起 年迈的母亲和几个兄弟也都住在同一个村子 那么他失踪以后 为什么村里没人反映情况呢 因为吴子军这个人啊 在村里边这个打人骂人的正常的 因为他在家里边人比较凶残 他爸爸 这个这个眼睛瞎了 双目视迷 他就和他也在伤了两个嘴巴 他妈妈接近80岁了 他不高兴了 他妈妈说的脸句 他也能打着妈妈脸个嘴巴 他的老婆眼睛右眼的眼睛啊 被他打瞎掉了 眼睛都支出了 他儿子头上打了很多疤痕 他的女儿被他打了锅碗自杀几次 吴子军残暴的性格会不会成为他失踪的原因呢 难道真如村民所说 他可能已经被家人所害了 如果是这样 到底是妻儿还是兄弟干的呢 为了调查事情的真相 也为了不打草惊蛇 与狗派出所民警决定停止在村中走访 改为暗中调查 与吴子军长期生活在一起的妻儿去向 发现这个母子杀人都在浙江南军打工 但唯独没有吴子军他的举想 吴子军真的被家人杀害了吗 带着这个疑问 民情首先想到了查询 吴子军家的政府种地补贴领取状况 他每年每亩地几百块钱 钱有人领 谁领呢 他家的一个亲戚帮领了 我们找到他 这钱你怎么领呢 他说 我说我弟弟 说我哥哥 我以后 你个个人呢 已经失踪演员多了 所以打工了 不在家 政府种地补贴这条线索断了 但民警没有放弃 警方开始将关注点 转移到了胡子军和郑青的儿子吴飞身上 吴飞今年26岁 大学毕业不久 他在浙江南巡一带打工 在此前的调查中 有人怀疑可能是吴飞杀了他的父亲吴子军 猜测他儿子做的依据 其实就是只有他儿子和他的妻子 正亲两个人在这 就是说他根据他的体型分析 他的妻子正亲没有这个能力将他杀害 然后只有他的儿子当时有这种能力把他杀害 很快民警在公安网上找到了 吴飞在浙江南巡的赞助地址和工作单位 鉴于安心紧迫 渝沟派出所民警连夜赶往了浙江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 来到了位于城乡集合部的吴飞赞助地 我们进去以后发现 他里面住的是当地的浙江湖州的老夫妻两个 带一个小孩 就问他这地方有没有住过一个北方的 十五百代小伙子 他住过 五月十六号这天他退房 我住房 他当时我们心里就逼过 五月十六号 那时候正是我们在老家这地方 开展调查的时候 他以为 吴飞呢又莫名其妙地把房退了 是不是得到什么消息了 两地警方随即又来到了吴飞工作的南方大酒店KTV 然而眼睛的景象却让他们大失所望 屏幕上打出了个字幕 说因为南方大酒店从四月份就开始装修给各位带来不便 当时我们一看南方大酒店的KTV就关掉了 难道就眼睁睁地看 此时民警们想到 也许可以通过吴飞的母亲正亲 要到吴飞的联系方式 找一个我们当时一个女孩子 用她这个手机号码给她母亲正亲打的电话 说是吴飞的同学 想要她的手机号码是多少 然后她母亲一看 儿子这么长时间也没谈过恋爱了 有个女同学给她打电话 那就把吴飞的电话号码告诉给我们 虽然得到了号码让民警感到很兴奋 但是如何判断这个号码真是吴飞的人 此时民警们想到现在流行的通讯软件 微信 我们把这个电话号码输进以后 有个网名跳起来了 大飞滋 大飞滋在看上面的照片 它显示 就是非朋友可以显示四张照片 照片显示 确实是给你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照片配起来了 确实是吴飞 在交流中 吴飞向民警吹嘘自己常去的网吧非常好 民警利用她的这种心理 让她去网吧打开网络 余购派出所民警的请求下 当时警方以吴飞的赞助证 未及时更新为由 把她从网吧请到了派出所 当在派出所看到家乡 余购派出所的民警时 吴飞显得有些紧张 但是她却没有提供任何情况 无非告诉民警 2011年春节前夕 她和父母三人在家 当时她的父亲吴子军 因为所持欧打母亲正心 她看不下去上前推到了附近 最后她一个人 掐死了父亲吴子军 并把她埋在了家中 皇屋的地底下 然而 无非的这种说法 却难以复得民警的认同 无非这个人身高的一米溜溜 左右 瘦瘦的 而吴子军这个人呢 一米七二 身体很棒 长期呢 农民啊 待遇啊 也不是岁数一个人大 四十几岁 如果说 无非一个人把她父亲杀了 这显然呢 不太会常理 很快 无非的母亲正亲 找到了渔沟派出所的民警 交代说 吴子军是她一个人杀死并掩埋的 跟无非没有关系 对于正经那种说法 我们当时已经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我们认为 就是她的 吴子军两个人 一同共同将她的父亲杀死 在之后的审讯中 吴子两人交代了 2011年春节前夕 联手杀死吴子军的作案事实 至此 这个被掩埋了两年的精品案情 终于真相打败 欢迎大家参与到本期节目的讨论当中来 方法非常的简单 拿出您的手机 扫一扫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 来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 这位是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夏云兰教授 欢迎您 这位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本栏目的特约评论员宋小阳老师 欢迎 我们看到这个妻子和儿子联手把吴子军给杀害了 并且埋在了自家的地下 这应该是法理难容 但是他们之所以出这样的狠招 是因为吴子军长期对这一家人都施以家暴 似乎又是情有可原 那情和法在这一家人的表现的过程中 这矛盾非常的突出 您怎么看这种冲突 我觉得这是一个典型的以暴制暴的案件 也就是说杀人的这个母子俩 实际上是长期受虐待 长期受家暴 忍无可忍 最终他不得不 我觉得是最后到了不得不 采取那个暴力的方法 解决结束这个家庭暴力 对 一开始我们看到这母子二人 他也挺心疼这吴子军的 是吧 虽然长期受到他的家暴 但是说一旦我们报警 他就会坐牢 那他们的这种性格 是不是又反过头来 会助长吴子军的气焰呢 那是肯定的 因为大家是要做事情 他分一个不断的有底线 当你把这个底线不断的 被他的这种恶行去冲破的时候 他就发现你对他 所有的这种暴行 是有无限的底线 大家注意到 刚才小片当中 是那些村民的反应 对于这一个人 被人害死了 自己的村民 从小在一块长大的 没有任何的那种 觉得不应该这么做 反而都特别的死有余辜 那么可以说 吴子军对于整个家庭 所有成员 大家说从他爸爸 妈妈 老婆 孩子 几乎他全都打遍了 在打遍的过程之后 乡亲们也是邻里邻居 都能看得见的 在这过程当中 大家心里有一个一杆秤 就觉得这小的是死有无辜 好像是为民除害的 那个味道 是吧 那当然这村民们 之所以恨他 都觉得这吴子军 是一个恶霸 恶霸不是什么好词 不是随便什么人 都能够当恶霸的 但是接下来 您看完这个故事之后 您会觉得恶霸这个词 用在他身上 刚刚好 这位情绪激动的女子 就是郑青 现年41岁 看起来本分老实的她 为什么会对自己的丈夫 吴子军 下次毒手呢 郑青很难 真的不容易把她这样 知道对我们没办法 真的 郑青说年轻的时候 虽然家里给介绍了 很多对象 但她都看不上眼 在村里集体看电影的时候 她遇到了吴子军 当时他这个人 年轻时的人 刚才长得蛮漂亮一点 比较帅实一点 因为我当小姑娘的时候 也不是很扯 就是总是觉得 心里找个男朋友 到同一个带此 能把他带出去 尽管当时家里人 因为吴子军身上的江湖气息 而反对两人交往 郑青却坚持自己的选择 甚至还和吴子军 死奔了 然而很快 郑青就开始 为自己的选择 后悔了 他就开始打我骂我 你说要是身上的男人 刚刚开始在一起 他使不得打什么 骂他 此时的郑青 很想逃回家去 但私奔让他感觉 回去很没有面子 而另一方面 吴子军的威胁 也让郑青 不敢轻举妄动 不行 你不跟我在一起 可以 那时候我爹地还没结婚 我们家就还有我爸 我妈 我爹地在家 说我就买点财予 去把你家 你家人都为了 说看你值不值 因为你一个人 把你家人全都杀死 全都烧死 郑青先后 为吴子军生下了 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原本郑青以为 吴子军会为了孩子 而有所改变 然而他发现 自己想错了 他只是喜欢拉自己 别人没有他喜欢 他喜欢喝酒 只要有钱就喜欢 就喜欢这个 别人都从来不喜欢 两个小孩子 他从来没关心 没做到父亲一点真 无论是在怀孕 生产还是坐月子阶段 郑青都无法逃脱 吴子军的谩骂和殴打 无尽折磨 让他好几次 差点走上了举路 我一开始 那小孩子 还是睡着 当时又不忍心 他们两个小孩子 很可爱的小孩子 又伤不得了死 真是自知人 那么是什么 让吴子军成为了 郑青口中的恶魔呢 吴子军家中兄弟四人 他是老二 小时候家里比较贫困 吴子军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 就不再上学 也没有用心去找工作 吴子军的母亲觉得 儿子会变坏 与当时家里的实际情况 有关系 吴子军的大哥 今年53岁 他家的房子 就在吴子军家西边 他告诉我们 吴子军隔三差五 就找自己来要钱 不满足 他就拳脚向下 面对我们的镜头 大哥摘下了自己的假牙 他说自己满口的牙齿 都是被吴子军给打掉的 吴子军的三弟 今年四十出头 现在和老母亲住在一起 他说 吴子军也常来 找他们闹事 对家人尚且如此 在村子里 吴子军就更加横行霸道了 吴子军的所作所为 虽然让人气愤 但出于自身安全 和稀释宁人的考虑 几乎没有人报警 而一对妻儿的折磨相比 吴子军在村子里惹的事 就不算什么了 东京不让我村子军 他就是有点 欢迎参加 好像有点变态似的 就是弄乱给他吃 他不吃弄不好 他就不让我村子军 把我撵出来嘛 他有一次 他把我拉在坟里 装挥在那里坟里 坟里里不是有谁吗 真的很恐怖 我当时真的好害怕 他还在那里头巾笑 你说这种人是叫什么人 虽然常常遭受 吴子军非人的待遇 这些年来 妻子郑青还是咬牙 选择了忍耐 因为我两个小孩子 真的 当时呢 我考虑到这个事情 我一直在想着呢 等到我女儿结果婚了 我儿子结果婚了 女儿照顾了 我快就把我自己了结了 吴子军和郑青的两个孩子 逐渐长大成人 然而 在吴子军的暴力阴影下 他们过得非常艰难 他叫吴飞 今年26岁 打学本科文化成都 看着他斯文瘦弱的样子 我们很难把他跟杀人者的形象 联系起来 我的时候小时候上学 基本上回来的时候 两三天就要打一次 两三天就要打一次 我总是 就在路上面慢慢偷 就慢慢走 想回去 感觉这家有种恐惧感 与吴飞一样 目前只身一人在外地打工的吴青 也有着痛苦的童年记忆 就感觉不敢回家嘛 也怕他 很怕他的 由于受不了吴泽军的暴力 脾气倔强的女儿吴青 小学毕业后 就开始到外地打工了 逃避父亲 而性格温和的吴飞则 一直继续学业 直到高中的时候 他才开始有了反抗父亲的想法 姐姐回来之后 我父亲还是开始打他嘛 过了一两天 和我九一又开始打 当时我就很气氛 那时候好像 好像那是第一次跟他打起来 你一回来嘛 就家里出现事情 你根本就接受不了 那时候就是 心里感觉就是 你不想活了 就想被逼近的想死嘛 一点意思 当时十八岁的吴青 在绝望之下 用刀片两次 划向了自己的手腕 血流如肚 幸好被母亲郑青 及时发现止血 才没有酿症大祸 尽管吴泽军性情暴躁 甚至有一次 还将郑青的一只眼睛打瞎 然而 当在外地打工的女儿吴青 劝说他离开吴泽军时 他似乎又放不下 他这个人呢 在座老师我老妹吗 这个女人 真的心太软太软了 把她一个人放在家里 我有点不错 因为他老是被人打 把这个人家打架 有时他被人家打伤了 有点心疼 而受过高等教育的吴飞说 他知道有法律途径 可以帮助解决家里的问题 但他不想采用 就是不想看到他坐楼 他四十几岁 身体不好 现在怎么办呢 而且如果是 他要是 什么 他这种事情 如果要是进来的话 其他犯人 肯定也不会对他太人友善 他进来肯定是 也许正是郑青和吴飞 对吴子军一忍再忍 体谅 才让他越来越有恃无恐 并最终酿成了惨剧 那么 对吴子军 有着复杂情感的母子俩 究竟因为什么 而杀死了他呢 2011年春节前的一天晚上 吴子军因为琐事 殴打郑青 儿子吴飞看不过去 上前帮忙 被父亲吴子军喝止 喜不过的吴飞拿起包 就离家出走 当时我就想出去 放点散热心 平静一觉吧 母亲郑青急忙追出去 劝说儿子回家 然而回家后 吴子军又借故 格骂郑青 他说 他有手机打不通 我手机被你摔了吗 没有卡就怎么打得通 他说我哥 就让我走 就是踩啊什么 到哪里去找一个卡啊 是在走不走 他一看我腹走就在冒 一不走就在冒 因为郑青找不到电话卡 吴子军又殴打他 实在看不下去的儿子吴飞 趁父亲吴子军 上厕所的间隙 尾随他 出了房子 推着他一下 把他推倒在地 推倒在地之后 他就是 他叫妈妈 他也没打完 但是他喝了那么久 我就躲过去 就推了一下 他就躺地上去 此时的吴飞看到旁边地上 有一根不一用的电线 便捡起来 拿在手中 不知道怎么就形成白衣 就是把他绳子打起来 就是让他脖子上一杯 但是你没想把他怎么样 就是想下下是吧 他就卡上拿绳子的一看他就说 然后让他送着 送着就起来 把他绳子的一看 越听越听越听 那个老虎 就 就是 吃虫里吃虫了 由于吴飞感觉自己力气不够 便叫妈妈正轻来帮忙 两人合力 将吴子军勒字 在合力埋了吴子军后 吴子两人都没有选择去自首 小心心里吧 就是想这件事情也没人知道 就我跟我母亲知道 我母亲也不会害人 说不定能满一年啊 说不定能满两年 能满两年啊 说不定能满一队子啊 反正我一天好 就没过过 不经历什么 也还会被抓来 这个案子迟早被发现了 假如我一天 说不定的就是 那我一四个人 在这世上也没别活 也能过过 君兵啊 来一天 吴子军死后 正倾考自己的劳动 买来了家里的第一台电器 还装上了太阳能板 日子变得好了起来 然而 两年多来 吴子俩始终背着一个巨大的包袱 为什么这种事情 一直让我遇上了呢 如果 如果我要是有一个好的父亲的话 我们一家四个 应该是很幸福的 是吧 但是 2013年5月 在距离吴子军被正倾和吴飞 母子俩杀死的两年多后 亲属们终于得知了真相 他死于一宫 他要自作联不合伙 到开始我知道他死了 我没有为他叼过一叠眼的 没为他伤心过一次的 那天 不是能死了 我就给他那么多 我就看电影分子出来 和吴子军的母亲一样 村里很多人都为正倾 无非母子俩感到惋惜 他们集体写下了请愿书 希望司法机关 能对母子俩从轻乏落 我们老说家庭暴力 那夏教授 到底这个家庭暴力 他有没有法律方面的一个定义呢 什么叫这个 家庭暴力呢 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呢 是由最高法院做一个司法解释 就是关于什么是家庭暴力 通常讲呢 家庭暴力呢 是指殴打 限制人身自由 然后呢 通过这些行为 什么 还有包括比如捆绑 对 然后通过这些行为呢 对这个受害人的身体上 或者精神上造成这种痛苦 那么这个就是家庭暴力 对 我们类似的故事听到很多啊 多一半都是一种情况 就是说这家里边有施暴者 还有呢 就是被害者 这被害者往往最后是不选择拿起法律的武器 包括这个短片当中的人物吴飞 那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是吧 他都没有运用法律 他而写 他相信一根绳子 是吧 把自己的亲爹给勒死了 那为什么会多数人以暴制暴呢 实际上呢 我觉得就是以暴制暴 更多的都是这个受害人 他是长期的受这种暴力 然后他是忍无可忍 那么他其实他在忍受的过程当中呢 刚才其实我们也看到 他会有侥幸心理 希望他会改好 希望他不会老打我 另外呢 很多的女性 像他这个妈妈 他会想到我有两个孩子 如果我是因为这个暴力 我要离婚了 或者甚至我举报他了 可能孩子没有父爱了 那么如果我能够保持这个婚姻呢 至少这个家是完整的 孩子还是完整的 还能够得到父爱 所以他这么想 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孩子没有得到父爱 长期的受暴 把我家里的亲戚 都有这种受暴的情况出现 对 我们现在一直在呼吁 说这个反家庭暴力法 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实施 您觉得一旦实施 他对我们这个家务事 到底介入的程度会有多大呢 实际上呢 我们国家呢 对于家庭暴力 是从01年婚姻法有个规定 那么婚姻法呢 是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 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妇女权益保障法 内存年人保护法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都有关于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 而且还有一些相应的措施 但是呢 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呢 因为家庭暴力呢 很多人还是认为是家务事 另外很多当事人可能自己也没有举报 那么就使得呢 现实当中的家庭暴力还是依然存在的 而且呢 我们必须得承认 我们现有的法律规定 是相当粗糙的 也就是说你真遇到暴力了 你真报了警了 你会得到什么救助 那么你是不是 比如说我因为家庭暴力 我逃离了一个家庭了 我能找到一个什么地方 能够安全的待着 我不受暴力了 这可能都是我们目前的立法当中所存在的问题 所以这样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希望呢 制定一部专门的 反家庭暴力法 或者叫家庭暴力防治法 这样呢 来专门的对家庭暴力 做一个禁止性的规定 然后有一些配套的法律的措施 让受害人呢 能够找到一个路径 真正的得到保护 对那今天这个故事让人这个情绪非常的复杂 有愤怒 有悲伤 也有无限的遗憾 是吧 那小杨 你看完这个故事之后 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大家刚才注意到刚才那个他的儿子吴飞 吴飞在他整个在讲述 你看他最后是把自己的父亲杀了 按理说他做了一件恶事 对 可是他都不忍心去报警 他是什么 他担心他父亲进到监狱以后 对其他人有可能不会善待他 对对对 所以他内心的这种挣扎和矛盾可以想见 就是这个孩子其实他还是爱自己父亲 但是他实在是忍受不了父亲 对什么对其他人的这种伤害 对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当吴飞把他因为他身体还没有 没有那么强壮 能够足够去勒死他的父亲 他一招呼他妈妈 他们发现这个儿子开始就要杀自己老公的时候 他没有去制止儿子 而是帮助了儿子 对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他本身也这么多年长年忍受不了了 对那家庭暴力呢是我们近期节目的一个主要的主题 这应该是最后一期 二位呢来针对这个主题说说你们的年终寄予 夏教授您先说 其实我就是希望啊 希望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没有暴力的家庭当中 每一个人都生活幸福快乐 小杨 家庭是温暖的 暴力是可怕的 家庭里面不应该有暴力两个字的存在 所以我们要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对我们希望到处都充满爱 到处都有公益 那接下来这段时间呢 我们还是关注一下CCTV慈善职业 是谁将要踏上慈善之路 共同踏上我们的慈善之路 请为我们点亮中国的慈善版图 是谁将要点亮慈善版图 2013CCTV年度慈善人物 即将尖晓 2012年万达集团慈善工艺事业捐赠现金3.9亿元 2013年4月20日 四川雅安发生大地震 万达集团在得知消息当天就宣布 通过中华慈善总会捐赠1000万元人民币 支援雅安抗震就在工作 25年来 王健林所带领的万达集团把共创财富公益社会作为企业使命 奉献于社会慈善事业的现金累计超过31亿元人民币 成为期货中华慈善奖的爱心企业 王健林和万达集团在创造就业 缴纳税收绿色低碳慈善捐赠一工服务等方面 向全社会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社会责任答卷 那提起王健林就不得不提他所经营的万达集团 在中国是鼎鼎大名 他们做了很多公益的事情 我们再来看两张图片 您看到这张的就是今年雅安地震的期间 万达集团在第一时间宣布向四川雅安捐款1000万 再来看下一张图片 今年9月黑龙江多地发生了洪水 导致堤坝险情不断 万达集团在了解灾情之后 捐款1000万元助力灾后重建工作 慈善家又是企业家 很多企业家都在做慈善 针对这样的现象 小杨你的看法是 你看企业的财富从何而来 是从社会而来 可是还有一点 他如何来表达自己对社会的这样的一个义务 他就要反馈于社会 那么王健林曾经说过 挣钱有三个境界 第一个为资格 二是为事业 第三个才是为别人 所以他那么多的财富 最后确实是自己成为了很有钱的人 可是有点他对社会如何来去尽他自己的义务 那么就是通过慈善的这种方式 对这是对社会的一种反哺 实际上我们也注意观察到 这个企业家做慈善 风格各有不同 对我们也见过各种作秀的 对有人就天生的高调 然后当场撒现金 好像他施予的那些人都应该对他感恩戴德 但是我们更推崇的像王健林这样 就是说我可以捐很多钱 我可以少捐点 但是一定得规矩 我觉得应该尊重 对 就接受你捐款的人 对 一千万 这数应该挺大的 但是对于这个万达计算来讲 可能不是特别多 可能人家不管多少 约黑风高夜 凝聚小城 突发奇案 陈某 是 周弦 我 我记得 丑丝拨剑 警方 寻找 蛛丝马 如果说这个事情 是一个圈子 他会死 暗中暗 局中局 最后的黑手 竟然是他 假的 色诱热线十二 明日播出